近日,一篇名为21岁到26岁,他被困在考研考编里的五年的文章,在引发网友的热议。 故事里的主人公刘彤,出身西北五线小城,一个普通工人家庭。 大学毕业后的四年,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老家那间十平米的卧室里度过的。 五年里,他没有给自己放过假,早晨七点起床,学习到半夜,每隔两小时才能起身上厕所。 在这里,他一共备占了四次考研,两次公务员考试,三次编制考试,最终都以失败告终。 这是他的21岁到25岁。 如今离家工作,但刘彤的考试仍在继续。 现实中,如刘彤一般挣扎的人,太多太多。 他们无比相信学历的力量,却又仿佛永远无法靠近彼岸。 他们从学生时代就被社会和家庭养成了考试的习惯,中考、高考、考研、考编,就这样一步一步陷入学历诅咒。 短视频网站上,985局面发现自己是学历最低的人,双九博士面试几个月,归来仍是零offer等此类学历焦虑话题慢慢开始变成了一种流量密码。 高学历就能上岸吗? 某短视频平台上一个很火的视频,985大学的秋招现场。 985听上去已经是同龄人前百分之几的学历了,但当眼前乌鸦鸦的人群全是985求职生的时候,人们也能直观地意识到,985也再没有什么竞争力了。 不是遍地走,硕士多如狗,不是双九靠后走。 数据显示,2023年高校毕业生预计1158万,这个数字在这几年是连续增长的。 两年前,腾讯教招一共收到几十万份简历,但最终达到offer的只有3000多人。 一位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如果自己是2018年海外博士回国,很可能直接就是副教授了。 但放到这两年,连聘上个讲师都很难。 而他自己,对工作的预期也从非985不去到最后有个工作就行。 当巨量的人才涌入市场,越来越多的企业只能粗暴地通过学历来筛选。 有人在求职市场上面临着事实上的歧视。 一名女博士被应聘公司拒绝,理由是她的第一学历,不是985,211双一流大学。 学历膨胀也在加速,如今网上仍然流传着两年前那张深圳中学教师招聘名单, 一眼望去全是清北博士。 同样的职业,往前推十年,清一水的本科生,往前推一年,求职难度也天差地别。 2021年的时候,一位英界传播学博士能入职北京市一个双飞二本,还能解决编制和户口。 而等到2022年,同样的学历,求职者连捡立官都过不了。 有人调侃,一只拖鞋从楼上掉下来砸到十个人,里边可能就有一个博士,其余的大概都是硕士和本科生。 越是遍地金子,学历越是成了最高效的挑选人才的方式。 于是,网上卷学历,成了惧怕下坠的年轻人,能看到的人生唯一的光。 从考研到考证,内卷之下无人生还。 这几年,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,考研高考化。 以前觉得,大学毕业了,就算跑到了马拉松的终点,继续往前跑的都是有追求的。 这两年,本科毕业就参加工作,反而成了少数。 2003年,全国考研报名人数不到80万。 十年后,这个数字变成了457万。 大家都渴望能在提升学历后,提高自己未来的竞争力。 考研越来越卷。 几年前,350分绝对是稳妥的高分录取了。 到现在,400分被刷得比比皆是。 去年,一天关于考了391分,但没学上这件事,甚至成了全网大爆款。 考研的战线也无限拉长。 从三个月到一年,到有人刚进大学,就开始准备考研。 考研辅导班越来越火热,甚至有了新的产业,考研学校、军事化管理,一天以学十几个小时为目标。 而卷逐向雅塔,等待年轻人的却是公司裁员和倒闭,站在摇摇欲坠的短暂安稳上,更多的人选择提升学历来提高安全感。 同时,大龄考研的比例越来越多,跪于职场的三十几岁的中年人,寄希望于通过学历提升来提高收入水平或者顺利实现转行。 所有人都在焦虑怎么往上走,怎么改变生活。 最后,他们得到了一个标准答案,提升学历,拿证。 学历焦虑的氛围下,滋生出了无数考证速成班。 打开小红书,总会刷到大片真心建议女生去冲新能源ESG,未来封口,这个正一定要考。 不少人趋之若鹜,信奉多考一个,正人升多一条路。 一个个代考的证书,似乎就是在眼前展开的人生蓝图。 但最后的结果,往往只是变成了简历上的几个字,之后再也用不到。 这几年,凭空出示了更多的证件,其中最火的药鼠AI产品经理,培训费用五位数,仍然有不少代业的人,砸锅卖铁去学。 有时候,真不明白,是先有了证书,才有人去学,还是人们为了安全感,制造出来了一个个证书。 金字塔,上去了就不想掉下去。 在一些抱怨学历再高,也找不到工作的视频下,总能看到有人问为什么不降低标准。 这和空一级为什么不脱掉长衫这个问题,如出一辙。 最根本的问题或许并不是空一级有没有主观意愿,而是整个结构的困境。 大学生不值钱,但放在每个家庭里,都是一个家庭用几十年的心血培养出来的。 他们背负着父母的期望。 甚至自己几十年来苦行的信念,都是设想顺利通过教育和努力实现向上的阶层流动。 这代人,是听着好好学习,就能找个好工作的神话长大的。 这个神话在父母那一代,确实是现实。 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十年,他们可能亲眼见证了,自己那个学习好的初中同学毕业被分配到哪个好的单位,于是也寄期望于自己的孩子身上。 我们被许诺,学历是向上流动的敲门砖,从小听着努力学习改变人生的鸡汤。 但时代潮水褪去,等他们来到小时候预设的人生起点的时候,发现现实是,学高学历并不等于好工作,学历膨胀。 原来本科能做的工作,现在硕士是起步。 甚至,那到以前以为学历就能填补的阶层天线,成了根本无法跨越的鸿沟。 例如小镇作题家这个词汇在这几年内涵的转变。 在以前,他指的是漂浮在世界中用尽全力想过的更好一点的普通人,现在他指代一些出身带来的局限和无法解除的人生上限。 而作为秉承着高学历等于高收入这样的价值观长大的一代人,大部分人根本无法轻松地接受本科只能去做一些基层工作的现实,于是在向上流动的欲望,推动下他们只能继续卷学历。 但曾经沸腾的热水逐渐趋于静止,向上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,机会是有限的,陀螺只能让自己越转越快,成为转得最完美的那一个,而得到那仅有的向上的机会。 为学历焦虑,为自己的出路焦虑,处于时代的潮水中,没有人能摆脱。 但永远不要因为焦虑而闭上双眼,在社会的巨大洪流里,或许比起让流水塑造自己的人生轨迹,重建自己的价值感,才能真正找到方向。